大家好,我是華山基金會 阪橋二廷實戰的站長領事組 那因為我以前大概從事的有八九年的時間 都是在催修界 那就是俗稱的討債公司 然後因為有一些關係想要轉換跑道 輾轉的直到華山基金會這樣子的一個團體 是有在招募就是站長這個職務 那也想要了解剛剛裡面是在做什麼 後來就來這邊試試看 那之後就覺得說原來可以把幫助這些長輩 幫助這些老人當成自己的一份正式的工作 就覺得很有興趣 於是就一直做到現在 我一次號召了整個阪橋的人 那做了一次像阪橋人的全能住宅改造王 一個爺爺呢,九十幾歲的爺爺 因為他家裡面沒有廁所,不方便 然後他住的地方也非常的下站 我們就幫他大改造 讓他有了廁所 那也有了一個小小的客廳 跟一個比較舒適的房間 讓他過年的時候就不用再怕風會吹進來 會非常的寒冷這樣子 那也有地方可以洗澡跟上廁所 那所以這個事情讓我覺得 算是蠻有成就感的 真的很希望就是在阪橋當地的這一些好朋友們 我的這些阿姨 這些叔叔 如果已經退休了 那真的不知道說有什麼地方 可以再找到一個重心的話 可以來我們華山這邊試試看 因為在這邊我們在幫助也其實 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一些比較弱勢的長輩 真的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幫忙 但我們現在看電話